今天我拍这一个视频的目的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不要贪图小便宜 好比如说这个悉数的硬盘 当然了这一块肯定不是真的悉数啊 当事人说解压原神的时候速度只有20兆 原来你也玩原神啊 20兆什么概念呢 就是比USB2.0的速度标准还要再低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二手平台上购买过所谓全新硬盘的经历 我先大概说一下卖假货那边的一些套路 现在是画重点了 卖家那边通常会编造一堆小作文 好比如说买多了换了个更大的这个闲置了等等等等 价格往往会比正常销售的渠道低那么个两三百 而且还会注明它是正品带盒装发票啥的 实际上他们的发货地点一般都是在深圳啊 而商品的发布地点也可以说是IP归属地 往往在全国各地都有啊 做过电商营销或者熟悉网络的网友 肯定是知道这个怎么回事的 这里我就不展开讲了 他们的头像通常是一个美女头像啊 发布时间通常在近期曝光率往往在几百到几万之间 想买的也有好几十到几百 收藏量也有不少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我们这边有一个词叫做 水鱼 而实际上他们这些数据大多数都是刷出来的 点进去的时候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片繁荣的景象 当你开始相信眼前这一切的时候 骗子们的第一个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而你就是那个被等着宰杀的水鱼 今天收出来的结果有点少啊 估计是之前批量跑路以后又重新上链接了 但是不影响继续排查 这时候其实回头还是来得及的 当你点开他们主页看的时候 可以看到发布了很多重复的商品 注册时间一般是在几十天或者在几个月之间 反正不会超过一年的 这种基本上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 他们卖出去以后 等你收到货以后就会立即注销账号 到时候你想找他们都找不到啊 这里我有一个大概在半小时前打开的页面啊 现在点进去他的主页已经可以看到商品全部下架了 所以刚才就临时更换了一个 估计是有机器人在上面操作的 这名原神的玩家也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 拿到实物以后他还特意查了一下上面的SN显示是赠品 不过这个做工肯定是非常粗糙的 可以看到这个贴纸上面的印刷都非常的模糊 我这里有两个赠品 咱们来对比一下 一般你查这个SN的时候 它是不会显示你这个SN被查了多少次的 所以赠品验证的这一个地方肯定是有漏洞的 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主板 这个主控我记得之前也被用来仿造过三星的980pro或者990这些啊 先撕开 因为他们都是黑色的主控板了 虽然上面有贴纸盖着 但是仔细看的话还是可以看到破绽的 好比如说这里的孔位肯定跟原厂是对不上的 以及主板后面这里的丝印 可以看到甲盘这里是一大堆的电阻还有电容的丝印 山寨盘这个主控就没啥好说了 基本上就是螃蟹的主控方案 以前也有连云冒充过980pro的 但毕竟少 而且连云官方也澄清过 因为螃蟹的主控便宜啊 而且支持扩容所以有很多后续造假的厂家都选择了它 虽然这个主控的标被抹掉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短阶来进行识别 这个银色的主控有可能是螃蟹的RTS5766或者5772一类的 短阶这里看一下这个颗粒ID吧 这个盘估计是改过PID和VID的 我的开卡工具读不到这个主控 但是另一个工具已经成功识别到了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个就是螃蟹的主控啊 假设这一块盘是西数原厂的硬盘 这些信息是不可能被识别到的 上面还显示用了四个B47R方案的颗粒 上面显示512GB 注意啊 这一个是小B不是大B 换过来就是单个C64G妥妥的扩容盘 称死这一个盘也就256G的实际容量 我们再来反查一下这几个ID来重新确认一下看看 挑最小的一个去反查一下 现在已经可以双重肯定了 这一个盘用的就是单片64G的颗粒 物理容量256G 所以这一个肯定是妥妥的扩容盘 扩容再加上黑片直接垃圾桶件 我保守估计这一个生产成本不会超过50的 咱们来看下一名受害者 这个是三星870 EVO的甲盘 现在是不认盘了 不幸的是这名网友他还往里面存了数据 他希望我可以帮他恢复一下 三星的造假技术不得不说 最近获得了飞跃的提升 但是离正品肯定还是有那么一段距离的 去年的时候这里还没有这四个耳朵的 今年已经装上了 之前的螺丝孔用的是公版的螺丝 现在这个甲盘用的已经是跟原厂一模一样了 远看是可以与一脚乱针了 但是近距离的话还是可以发现 这四个脚有凹凸不平的感觉 跟这个外壳变形没太大关系 我们拿一个正品来对比一下 可以看到正品这里它是棱角分明的 并且有光泽 而甲货这里用的是哑光磨砂结构的 好了甲货外观看完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个盘它能不能被恢复 虽然主控还是一样被打掉了这个型号 颗粒也是四个大黑片 这么薄的颗粒 我感觉上是没有两T的 这个有大概率还是扩容盘 虽然主控的编码被打掉了 但是我认得它肯定还是螃蟹的主控方案 应该是RM1135或者是5735 5736一类的 现在这一个硬盘 它的上电电流是正常的 我估计还是雕固件以类的 咱们上机来验证一下它的真实身份 现在我已经短接上了 不出所料 还是大螃蟹的方案 咱们来读一下这一个颗粒的ID 颗粒ID这边已经读出来了 咱们再根据这个ID去反查一下它的容量有多大 这个应该是单个CE128G的确实是单个CE128G颗粒的制程是N28A的QLC颗粒 所以这一块又是一个扩容盘 这一次好一点 512G扩容到两T的 这个盘它直连电脑是识别不到的 不过可以在PC3000上面读到啊 就是速度比较慢而已 虽然上面识别出三星 但是这个固件版本已经出卖了它 标准的螃蟹主控啊 我们来看一下试案区 等了很久 这个试案区还是可以访问到的 赶紧给它做一个镜像吧 总之大家在二手平台买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就对了